女君 女公子 前面好像出事了 官差不让过去 发生了何事 程娘子 林将军 这一路上并不太平 就让在下 护送二位回府吧 就不劳烦林将军了 既是药物 又怎能离港脱职 在下正好在此搜查 说是护送 不过是顺道而为罢了 都城怕是 还会再乱一些日子 都城 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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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臣娘子 还是少些出门好 将军且放心 近日无非是去楼家 商议亲是吧 林将军 少商与楼家已经一亲 再过几日 楼家会设宴 告知我家小女 与楼家二房二公子定亲之事 若林将军有空 可去楼家 喝杯酒 在下军务繁忙 未必有空 那可就太可惜了 那就等日后 我与阿妖登门拜访了 在下先送两位回府吧 时辰不早了 你 是 放行 是 放行 走 这萧世子府和城府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怎么顺路啊 既然是查 便要查得彻底 所以少主公是怀疑 程将军和萧世子有勾结 什么 阿母金答应让袁胜来教你们 不是你们 是咱们 阿母说善见公子学识渊博 听他传课圣读识卷 大母说既然树修这样贵 只教二郎们不划算 所以我们都要去学 人越多越好 包括你 可 可 可我是女娘 阿母即便是要请 也应该请女士才对 反正你要跟阿妖成亲 嫁错人妇了 也不用避嫌啊 为何不用避嫌 楼家最讲规矩 阿妖 以大可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去听他讲课的 不不不 善见兄的学识 连大伯父都赞不绝靠 少少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上善见兄的课 见识见识 见识什么 见识他如何张扬跋扈 我可是见识够了 我是不去的 妙妙啊 你就从了吧 今日我已经占补过了 原善见的课呢 你是非去不可的 不过你可以放心 我可以每日给你沾上一挂 若是挂象太凶 你就装病 我们一定帮你掩饰过去 免得提问丢丑啊 还用算挂吗 不学无术 对上学富武车 可以预料得惨不忍动 这挂象上 必定是日日大凶 凶不可测呀 我听白露山书院同门说过 善见兄给皇甫夫子带过客 罚人的罚子花样百出 不过烧伤你放心 若是你挨罚 我就陪你一起 妙妙 我倒是有个法子 可以让你不治最差 你呀 要求万伯父 将万七七送来 有了七七垫底 你定不是被罚得 最惨的那个 对呀 好子妹 就应该同甘共苦的 不过 我会告诉熙熙家子 这罚子 是次兄想出来的 次兄好主意 多谢次兄 走 你不能不讲义气啊 昨天 中间 你看看吧 哇 真不舒服 哎呀 干嘛 终究还是来得仓促了些 只能这般对付 这是万伯父上次猎着的虎皮吧 你拿来当坐垫 还觉得只是勉强应付啊 嗯 这在采出一块坐垫而已 还未来得及相亲献呢 朱川也没来得及坠上 这么素 但入不得意啊 坐垫相助 你也不嫌个得慌 你花费如此大 这蔚来郎旭家 不得为你败光了 蔚来郎旭乐意 你管得着吗 为何只有这三张书案 是这般布置 那是女眷的位置 你们大可布置自己的眷 陈阳妹妹你想坐哪儿 我都行的 七瞎子都在何处啊 我去装 那你坐我左手边 少商妹妹坐我右手边 好 你们后边去啊 七瞎子 专门为我跟唐子准备了这些 这竹台 可真诚呢这 这是足金铸造的 你要是喜欢 送你 这个就算是不点灯 看着都要饮 七瞎子 你又豪方又细致 就凭我们两家的关系 你若是个儿郎的话 我定嫁给你 其实少商不嫁过去也无紧要 咱们成家儿郎多呀 可以娶妻妻子 你别做梦啊 我可不嫁了 我不是说我 是另有其人 还能有谁啊 你大胸可是成婚多年啊 欲大嫂抗力情深 一起坚守边关 我可不能破坏 人家的夫妻感情 这不是还有刺胸吗 去吧